大秦 第十一章 天算六国 孟子遭到回绝 心下愤然 铁青的脸回到作习 台下却因此而沸腾起来 济下学宫的世子们愤愤不平 愤愤议论 论证杀人 成何体统 枉为大师 孟夫子若主政一国 天下世子便都是邵政卯 百家争鸣 动辄便要杀人 真是学霸 对 就是学霸 公孙丑听得不耐 高声道 人性本善 本为公理 世子们立即一片高喊 人性本恶 孟子弟子们全体高喊起来 人性本善 尸角周围的世子们毫不退让 对着孟门子弟高喊 人性本恶 善恶的喊声 回荡在济下学宫 连绵不断 引得前来聆听的富商大鼓们 也争吵起来 分成两团对争对喊 这种坦率真诚 锋芒朔朔 不遮不掩的大争鸣 是中国文明史上的伟大奇观 也是那个伟大时代的 生存竞争方式 它培育出了最茁壮的文明根基 浇灌出了最灿烂的文明之花 使那个时代 成为不朽耸利的历史最高峰 迄今为止 人们都只能叹为官职 而无法预约 论战结束后 齐威王问邹记田记 清等一位孟夫子如何 邹记道 孟夫子学问 堪为天下师 田记道 可惜齐国要不断打仗 仰不得太平倾向 齐威王沉默良久 吩咐侍臣 传楚国特使江乙进宫 江乙已经在林子等了三日 听得齐王宣兆 盲不迭带了礼物入宫 齐威王淡淡笑道 江乙大夫 何以叫本王 江乙惶恐拱手道 齐王在上 这是楚王特意赠送齐王的礼物 敢请笑纳 身后侍从捧过一只铜锈斑驳的骨剑地上 齐王身边侍臣接过 齐威王笑道 先请上将军看看了 侍臣捧到田济面前的长岸上 田济乃名将侍家 对真骑兵器可说是见多识广 然对面前这只不到两尺长的短剑剑鞘 却极为掩生 沉吟间右手一搭剑扣轻轻一按 便听呃嗡一声震音 剑身弹出三寸 顿时眼前一道清光闪烁 剑身又无声缩毁 田济惊讶至极 公寿道 我王此剑神器 臣不识得 齐威王笑道 江义大夫 此剑何名呢 江义道 禀报齐王 此剑乃楚国王室至宝 只可惜我楚国也无人识得 楚王赠与齐王 以表诚意 齐威王悠然道 好 本王收下慢慢见赏 那 楚王是何诚意也 禀报齐王 我王请高氏夜观天象 见西方太白之下会星敬天 秦国当有极大灾变 我王之意 欲与齐国结盟 合兵灭秦 如何灭法 田济冷笑 两国各出二十万兵马 齐国为帅 齐秦相隔 走哪条路 楚国借道于齐国 除五官 灭秦 对齐国有何好处 莫非齐国可以站住一块飞地 邹记淡淡地问 灭秦之后 土地转捕 楚国画给齐国 二十座城池 江乙对答如流 田济摇头叹息 齐国多年无战事 只怕粮草兵器 匮乏不济也 江乙慷慨道 我王料到此点 愿先出军粮十万壶 毛哥五万只 粮功五万张 铁足剑 十万只 资助齐军 田济惊讶地 睁大眼睛 似乎不敢相信 哦 何时可运到齐国 结盟之后 一个月内运到 江乙很是利落 邹记正色问 还有所图吗 一则 卫国若向楚国发难 齐国须与楚国联兵抗卫 邹记田济 一起拱手道 我王定夺 齐卫王大笑 好 楚王一片诚意 本王允诺 丞相与江乙大夫 商讨盟约 一片笑声 皆大欢喜 随后大白酒宴 邹记本著名琴师 亲自操琴 为特使奏了一曲 江乙想不到如此顺利 高兴得心花怒放 开怀畅饮 被四名侍女 扶回驿馆后 还醉醺醺的 何不拢嘴 江乙一走 齐威王三人 大笑不止 君臣三人 对楚宣王的 齐斯妙策 感到惊讶 实在想不到 竟有如此愚蠢的 灭秦大忌 秦国距离齐国 虽然遥远 但齐国 却从来没有放松过 对秦国的监视 秦国的山东商人中 齐国商人最多 而每家齐商的雇员中 都有齐威王御史府 派出的秘密赤侯 他们从各种渠道 送回的消息 都非常及时 秦国的变化 齐国君臣自然非常清楚 齐威王君臣 对秦国的强大 心里有本账 一来 秦国的强大 距离威胁齐国 还很遥远 齐国犯不着紧张 二来 秦国强大 必将形成战国新格局 而这个新格局 有利于齐国 基本的原因是 秦国强大 首先 对魏赵汗楚 四国不利 四国要遏制秦国 势必 就会缓和 对齐国的压力 大大有利于 齐国的放手壮大 三来 齐国将因 秦国强大 而成为天下战国 争夺的主要力量 秦国 想要对抗四国 要与齐国修好 四国 想要遏制秦国 也必须 借重齐国 剩下一个宿敌燕国 也不敢得罪齐国了 在这种格局中 齐国左右逢远 岂非大大好事 所以 齐国对秦国的强大 完全不像 魏赵 汗楚四国那样 耿耿于怀 而是听其自然 不加干预 齐威王 君臣确信 齐国只会从中 得到好处 幕下 正是如此 星象显示 秦国将要强大 楚国就急吼吼地 找上门来 要联兵灭秦了 对楚国特使将以的连环出使 齐威王的秘密赤侯 早已经探听清楚 楚国先行连位攻秦 又怕魏国不可靠 于是再找齐国 这个制约力量 楚国的如意算判是 灭秦 力大 魏国 齐国 必然参加 楚国要得大力 却又战力不足 就得先期付出 抵押城池 援助兵器粮草 以促成联盟 一旦灭秦成形 楚国既可收回抵押 又可在分割秦国中 争得更多的土地人口 魏国高兴地接受了抵押 先将六座淮北城池 拿了过来 齐国自然也高兴地 接受了援助 先将大批兵器粮草 拿了过来 可齐威王君臣 清楚记忆了 齐国完全可以签订一道盟约 但绝不会在魏楚出兵之前 主动出兵 而魏国楚国的盟约 绝不会顺利成行 因为魏国绝不会卖力气 成全楚国的美梦 不管魏楚盟约 以何等理由 何等形式散伙 楚国的六座城池 都是永远不可能收回去了 那时候齐国更主动 非但将接受的援助 名正言顺地留下 而且要谴责楚国被盟 使齐国耽搁了其他行动 从而蒙受损失 甚或还可以进一步 要求楚国赔偿 楚宣王的这种愚蠢 如何不叫齐威王君臣 开怀大笑 恰在这时 宫外马蹄升级 驻魏国密使 引业回国 紧急求见 密使带来了惊人的消息 魏国上将军庞涓 率领二十万大军 进攻赵国 这个消息 使齐威王君臣方才的兴奋 消失得干干净净 骤然之间茫然无措 魏国这步棋走得匪夷所思 究竟有何图谋 不理睬仍然弱小的秦国 却要去灭强大的赵国 难道是要真的吞并三进吗 如果这个目标实现 齐国还能安宁吗 对飘瀚善战的赵国动手 这无疑是最强大的魏国 要对天下战国正面宣战了 一时间齐威王君臣说不出话来 良久齐威王问 如此突然 说辞何在 没有说辞 不宣而战 安逸成民情亢奋 叫嚷要一统三进 齐威王和邹记田记 相互对视 都现出困惑的目光 正在此时又是马蹄升级 东阿令差人急报 魏国八万大军开进巨野则 北岸草地 统兵将领为太子魏申 与丞相公子昂 齐威王惊愕地说不出话来 正正地看着邹记和田记 田记断然命令 小玉东阿令严加防守 外表如常 随时回报郡情 又对特使下令 立即从小道返回安逸 及时回报 魏军恭召情势 梁使匆匆离去后 田记道 我王 丞相 田记以为 魏国此举绝非寻常 是要一战灭兆 据野则八万大军 是在防备齐国 救援兆国 我不动 太子申等 也不会动 齐威王 骤然感到了 沉重压力 齐国正在迅速强大 和魏国的决战 迟早都要发生 但他希望 这种决战 尽量迟一些发生 齐国能够更加强大一些 决战 能够更加胜算一些 要知道 魏国毕竟是天下第一强国 更重要的是 战国之势 一旦打大仗 各国都会趁势卷入 企图火中取力 非但不能指望 有真正的盟友 还必须有能够 同时对付其他国家 联兵合击的兵力 为其如此 延迟和魏国争霸 进而统一六国的正面决战 对齐国极为有利 齐威王想不到的是 魏国竟然先动了手 虽然是对赵国开战 但已经骤然嗅到了 齐威对峙的浓烈气息 统一三进之后 必然是齐威大战 不想打也得打 否则就是亡国 作为一国之君 齐威王虽然对这场大战 早有预料 且没有放松准备 但大战就这样 在意料不到的时刻 突然迫近 他还是感到大大的出乎预料 以至于仓促间想不明白了 魏国如何要陈兵俱野 料定齐国一定要救援赵国 齐威王困惑 我王 不是齐国一定要救援赵 而是唯有齐国 有力量救援赵 防住齐国 魏国就可以放手灭赵了 田济不愧名将 对这种大谋话一目了然 齐威王点头 已经如此了 说说该如何应对 邹济道 臣以为 无论如何 当立即进入大战准备 粮草资重和大军 应当秘密集结 以免措手不及 至于如何打法 是否救赵 臣尚无定策 请上将军谋划 田济 臣引道 臣赞同丞相之意 即刻集结大军粮草 以做准备 赵国不弱 魏军公兆非一日可下 如何应对 容臣兮兮思寸一番 也好 明日午后在意 第二天 快马急报 魏军攻势猛烈 两日之内 连下三成 已经直扑邯郸 田济道 臣预料 赵国使者三日内 必到林兹求救 我王要吻一吻才是 吻一吻不难 难在 我如何应对 上将军何意 齐威王显然没有定见 急获救赵 也要等到 适当时机 上将军 你愈合庞娟 一笔高低 对付庞娟 臣没有胜算 齐国有一个 现成的大财 臣举他全盘谋划 谁也 孙并 齐威王恍然大笑 对呀 如何忘了先生 不过他伤势如何 能行动吗 一月疗养 伤势已经痊愈 只是身体稍有虚弱 先生只需调度谋划 支撑当无意外 齐威王顿时振作 走 先去看看先生 一起商议 五 唯卫救赵 孙并 打了千古一仗 幽静的小庭院里 一辆轮椅 缓缓地游动着 来到高墙下的农荫处 轮椅停了下来 椅上的红衣人 苍白清绝 一头长发 和三柳胡须 也显得细柔发黄 叫人觉得他很文弱 也很年轻 只有那宽阔的前额 犀利的目光 和沟壳送行的咒纹 隐隐现出曾经有过的飞扬风华 和沧桑沉沦 他专注地看着高墙下一片泥土 摆布成的山川地形 仿佛定在那里一般 他就是孙宾 一颗光芒乍现 又骤然消逝的神秘彗星 想到出山以来的险恶经理 孙宾恍若隔世 十年前 他和师兄庞娟 告别了老师鬼谷子 一起到了魏国 本来 孙宾要回自己的祖国齐国 庞娟的目标是去魏国 可在走到魏齐分道的十字路口时 庞娟却突然现出一种阴阴之情 说不妨先顺路 和他一起到魏国看看 若魏国不容忍 就一起去齐国 孙宾几乎是想都没有想 便答应了 魏国是天下一等一的强国 能去魏国 自然是天下明示的第一愿望 孙宾原先之所以没有这样想 而提出了先回齐国 一则是想先回去 祭扫祖先陵园 顺便再看看齐国这些年的变化 二则是隐隐约约的觉得 既然师兄庞娟要去魏国 那么自己最好另谋他途 毕竟两人都是兵家弟子 所学相同 在异国的任职也必将相同 难免或多或少的有所冲突 避一避自然要好一些 孙宾还记得 下山前两人做告别游山归来 大秦帝国之黑色列变 第十一章天算六国 就播读到这里 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